刘秀被一种头痛目眩的病所折磨 病得很严重 任命殷星兼任世中 在云台广市向他托付身后之事 等到病好之后 刘秀召见殷星 打算让他接替吴汉担任大司马 殷星叩头流着眼泪 坚决推辞 他说 我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 实在是担心有损于陛下的圣德 所以不敢随便冒充 诚意发自内心 感动了刘秀左右的侍从 刘秀于是依从了他 太子太父张战 自从郭皇后被废之后 便称并不再上朝 刘秀勉强地上朝 要任命他当司徒 张战说自己病得很重 不能再担任朝廷官员 坚决推辞 于是刘秀把他免职 6月14日 刘秀任命广汉太守 河内人蔡茂当大司徒 任命太普 朱福当大司空 16日 任命左中狼将刘龙 当票旗将军 代理大司马的职务 19日 刘秀把中山王刘甫 改封配王 任命郭矿当大鸿炉 刘秀多次到郭矿家 赏赐金箔 丰盛无比 洛阳人称郭矿家是金学 秋季九月 马园从郊址返回 平陵人梦记 迎接魏老 马园说 现在匈奴乌环 还在侵扰北部边疆 我想请求出兵讨伐 男子汉 只应当战死在疆场 用马阁果尸送回家安葬罢了 怎么能躺在床上 死在女人手中呢 孟记说 确实如此 做烈士就应当这样 冬季十月二十日 刘秀前往鲁国 东海国 配国 楚国 十二月 匈奴入侵天水 扶风上党 二十八日 刘秀返回洛阳皇宫 马园请求攻打匈奴 刘秀准许 让马园出兵 囤住乡国 下诏命令百官祭祀路神 为马园践行 马园对黄门郎 梁松 斗顾说 一个人富贵以后 还可以回到贫贱地位 如果你们不希望再贫贱 就要身居高位 而自己谨慎孝心 请考虑我说的话 梁松是梁统的儿子 窦顾是窦友的儿子 刘尚进兵和洞蚕等交战 连战连结 二十一年 以四 公元四十五年 春季正月 刘尚追击到不违县 斩杀洞蚕 西南一人地区 全都平定 乌环和匈奴鲜卑的军队联合起来 进行侵扰 带郡以东 受乌环部落的伤害尤其严重 乌环部落的居住地接近边塞 早晨从他们的帐篷中出发 傍晚就能抵达成果 沿边武郡的百姓 家家户户受到侵害 以至于郡县遭到破坏人民流亡边境 萧条不见人烟 秋季八月 刘秀派遣马园和业者分别修筑城堡要塞 逐步恢复郡县 在有些地方虚设太守县令县长 召集百姓返回故乡 乌环部落中 已聚集在上古郡塞外白山地区的最为强悍附属 马园率领三千名骑兵袭击 不能取胜返回 鲜卑部落一万余骑兵侵犯辽东郡 辽东太守纪荣率领数千人营绩 纪荣亲自身穿铠甲上阵冲杀 鲜卑骑兵大举奔逃 落水而死的超过一半 纪荣于是穷追至塞外 鲜卑人在急迫中全部抛弃武器 赤身四散逃命 从此以后 鲜卑人感到震孔 畏惧纪荣不敢再亏死变赛 冬季匈奴进犯上古中山 刹车王贤逐渐骄横跋扈 想要兼并西域 不断地进攻邻国 索求沉重的赋税 西域各国忧虑恐惧 于是车师 钱王国 善善国 燕齐国等十八国 同时派他们的王子 到洛阳充当人质 奉献珍宝 等到觐见皇帝刘秀时 全都痛哭流涕的叩头 希望汉朝再派西域都护 刘秀因中原刚刚安定 北方异族还未顺服 所以让各国的人质 全都返回 赏赐他们丰厚的礼物 西域各国 听说汉朝不肯派出都护 而让人质全都返回 十分忧愁恐惧 于是给敦煌太守 陪尊成帝公文 希望您留下我们的人质 向刹车国宣称 人质已被留下 汉朝的都护 不久就会出关 望暂且停止军事行动 陪尊将情况奏报 刘秀应允 22年 秉武 公元46年 春季 润正月19日 刘秀去长安 2月几四 返回洛阳 夏季5月30日 出现日食 秋季9月雾晨 发生地震 冬季10月19日 免去大司空诸服的职务 二时任命光禄勋杜林 当大司空 起初 陈留人刘坤 当江陵令 县里发生火灾 刘坤对着烈火磕头 大火随机熄灭 后来 刘坤当红农太守 郡中老虎 都背着幼虎 渡过黄河远去 刘秀听说以后 感到惊奇 征召刘坤代替杜林 当光禄勋 刘秀问刘坤 以前你在江陵 转变风向 扑灭烈火 后在红农任太守 老虎向北渡过黄河 你推行的什么德政 竟只发生这样的事 刘坤回答说 不过是偶然碰上罢了 左右侍从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刘秀叹息说 这才是年高有德的人 说的话呀 下令把这件事 记载在史书上 这一年 青州发生黄灾 我会想不过是偶然碰上 你不过是偶然碰上 这些事 还能够 我会想不过是偶然碰上